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頻道 比如說開箱台灣的日本清酒 如果知影貨收影場摸到頭緒的話 歡迎訂閱本頻道 那今天要來介紹我們7月 到底有哪些厲害的酒款要推薦給大家呢 那我們這個系列 好像是我們流量最好的系列 大家都對於我們每個月 會推出哪些新的款式非常的好奇 那如果大家想知道 7月又推出哪些限量的酒款 那一定要看到最後喔 第一款 方唇新口特約電線令 來自崎嶼縣松岡釀造的 地松虎之捲綠 等級純米釀采用彩半酒米 基米至60% 適合兵飲 地松虎之捲綠為少量生產的 特約電限定系列 新魚店也只有少量現貨喔 以西米新酒製成的無濾過原酒 瓶裝後才使用低溫砂卷冷卻的裝置 儘管經過火露能保有生酒的新鮮口感 清酒經過火露之後 口感會跟生酒差很多嗎 火露的口感會比較溫潤柔和一些 生酒則是熱血奔放 就很像最近網路很紅的有沒有 哀人跟依人 火露就是哀人 生酒就是依人 使用奇遇縣食用米采絆 經過60%的研磨 並在低溫慢慢發酵 實現了高調卻又沉穩的香氣 心口中流動著迷人的滋味 展現 心中帶子芳香舒適 的地中魅力 裁辦市奇遇縣 住年面臨40.9度高溫下午 唯一未受影響的異豬到米 經過9年的選育 最終誕生的米種 人稱奇蹟的一族 具備耐熱美味 和適合減農藥栽培的特點 擁有日本食用米中最高評價的特A級 那看來最近有高溫 對他來說是一塊小蛋糕 哎唷 小邊有Gate到 A piece of cake 是這樣嗎 你看我最近年輕的10歲 裁辦不僅是高溫逆境中的奇蹟 也是期限自律於環境 和減農藥栽培的成果 除了可食用之外 用餘釀到日本酒也是相當的美味 這碗酒的價格相較易入手 CV值也是非常的高 售價是1780元 第二款 如寶石般優雅細緻的極品 來自千年縣韓菊明亮的 韓菊Red Diamond I3 50 登記村民大影量 採用I3 Jumi 金米至50% 適合冰銀 上回我們介紹了韓菊情日 那這次近期與其同時到貨 且已經有相當多客人詢問的Red Diamond 在去年以極快的速度銷售一空 提醒大家這支酒在新竹店 也只有少量到貨喔 韓菊明要趕快收刀搶購囉 說到韓菊有印象的朋友們 應該曉得頻道已經不只提過一次 可見是有多受大家喜愛了 本款酒標象徵著寶石的優雅與精細 使用超低溫發酵後的酒質 有著華麗的鳳梨 清蘋果的香氣 已無慮過生韻酒的姿態裝瓶 餘韻悠長 在捨面上感受到的微微的酸度 口感清爽 韓菊明釀式近兩年來 一路殺盡三一代全日本前十名動的黑馬鳴餅喔 使用樹林300年以上的四枝木根部湧出的水釀造 酒造至今已有140餘年的釀造歷史 除了遵循傳統外也引入最新的科技 只為了打造出最好的品質 推薦搭配烤肉串燒等料理 排名部分 塞泰不分區排名第十名 千葉縣則是排名第一名喔 售價是2180元 第三款 職人專用九米散發滿滿的春夏氣息 來自秋田縣福禄 有沒有 夏天很多水果 福禄受酒造的一百水針 等級春米營量使用美香景 九米金米汁50%適合冰影 這次因為數量稀草 新乳店也只有少量現貨喔 是一百水塵系當中 味道最飽滿的一個酒款 散發著濃郁華麗的柔和香氣 味道淡雅舒服 結構平衡適中 非常有春夏的氣息 口中不由自主地散發出新鮮的葡萄柚味道 喝完後甘甜的魚韻別有一番風味 那聽起來這支酒應該也是偏爽酒的方向喔 沒錯 這一款除了有著高雅的香氣 也是非常清爽且搭餐 非常適合夏天營用喔 新酒特有的淡淡苦味和酸度刺激舌面 越喝越能感受到滋味 充分展現出摩登活潑的清爽感 不說可能不知道 美香錦跟酒米之龍三甜錦可是有關心的喔 由於各酒造的高級酒需求量大 且三甜錦為晚生種 不太適合於秋田縣來栽培 因此秋田縣研發出新種酒米 直接以三甜錦作為母系 搭配美三錦為腹系進行人工的配種與選拔 最終產生了米粒大 米芯更明顯且出蛋白質較少等適合釀造特性的美香錦 但比起美三錦更容易倒伏 十分不容易栽培 而被稱作為職人專用的酒米 而也因為其新白發現率良好等特色 作為營釀酒的使用的原料米獲得十分高的評價 售價為1780元 第四款 人氣酒造限定地緣之作 來自三重縣清水清商商店的114廊 等級村米大營釀用國產米基米至50% 適合冰飲 這款酒旨在三重縣發售的限定地緣作品 所以素樣稀少新竹店一樣只有少量的現貨喔 如同清蘋果、洋梨等香甜水果 與剛煮好的白飯的清爽香氣 帶有著華麗花香以及豐富的果味 伴隨著令人餘味的米紙味道 深奧潔淨的口感 是支味道平衡舒服的純米大營釀喔 此外外包裝及標籤特別用 伊式地區的國寶傳統工藝 伊式行紙 此支值得收藏的特別名筆 可以說是智用送禮兩香儀 清水清商商店目前是零路唯一的酒造 在國內外比賽當中 包攬許多獎項 2016年的G7會議上也被選為了乾杯酒 前日本足球代表隊的中田一丑先生 也被他的味道所著迷啊 因此還特別拜訪酒造呢 與串燒、烤牛肉、煙燻等機料理 都相當的搭配喔 豪華起司、康提起司、半硬質乳酪 也都是相當適合 排名部分 上一台三重線排名第二名 售價是2680元 第五款 極速瓶裝豐醇的最新鮮風味 來自高支線醉精酒造的 醉精夏精原酒 等級純米帶飲料 使用銀鳳酒米金米汁50% 適合冰銀 打開平台一股如同鳳梨般的 樂帶飲料香氣撲比而來 入口首先感受到的是清爽的口感 隨即展現出豐潤芳醇的味道 呈現果香鮮明的酸度 一漆水果它又出現了耶 沒錯 各種新鮮現摘的水果又出爐啦 露喉的酒香迅速消散於口中 留下清爽愉悅的新口感受 一喝就解暑氣啊 這款酒雖然擁有甜美豐富的香味 但仍保持著醉精獨有的清澈乾爽質感 完美結合了夏季的清新感 與食物搭配的乾爽口感 非常適合搭配夏季的蔬菜 或帶有香料的肉料理 以及充滿季節的菜肴 這款酒瓶一開始釀造的想法 是希望喝的人能感受到 像鯨魚夏日泡在海中那種慵懶 和清鮮 為了踏到這個理念 酒米使用北海道產的酒米迎風 此款酒米有廣島縣特別知名的八帆景 與北海道當地酒米為父母 擁有良好容易發現的心白 釀造出來的日本酒擁有極為方純的酒質 另外選用高質效果AC17 我們硬要撈英文 在精心釀造後立即以原酒的形式入尊 僅經過一次的火路處理 展現出清新口感的獨特魅力 整體作品也非常適合與豬肉、魚背等 日本燒烤一起享用喔 排名部分 SALITI高質線排名第六名 售價是1980元 第六款 所有酒都注入了大營養級別的新濕 宇根屋限定超高人氣下酒 來自於富三店富美菊酒造的宇根屋下酒 等級純品釀采用500萬的酒米基米汁60% 適合冰飲 此款純品像皆使用中曲 與之酒質最好的部分 延續黃火的風格帶入更多夏季的口感 如同清爽的夏季海風 透明感十足的酒體表現 水嫩的微甜花果香作為開端 之後淡麗優雅的微苦酒味在嘴巴散開 酒質透薄帶雨根屋特色的溫柔尾韻 口感酸甜交織 透過世紀釀造法一整年都能夠提供新鮮的清酒 由於釀造時期比冬季釀酒更長 所以每一支酒的釀造量更少 除了冬季外 全年是由都市夫妻兩人以手工釀造 從洗米浸泡到裝瓶出貨 一路以手工的方式去執行 像這種都市手工釀酒的酒造會不會很少見 對的 通常都是小型酒造 像花洋浴、涉美、次屋也都是 所以每款酒的數量也都相當稀少 供不應求呢 富美菊酒造使用百大名水之一 源頭為海拔2000多米高的 利山山脈地下水 以大營養的標準下去做好梅子酒的口號 是他們最大的賣點 主要使用富山縣的酒米 不居於任何一個品種 鮮性就算是不同品種 也能以釀造技術 打造出不受酒米品種影響穩定的酒質 所以產品都是以瓶裝的方式進行儲藏 讓梅子酒在客人品嘗之前 都能夠獲得妥善的保管 Zell 頭等艙乘客專用休息室內 提供的清酒品牌唷 排名部分 Saketa 護衡區排名第42名 富山縣則排名第2名 售價是1880元 第七款 繼承仙人的增殖風氣 自律於釀造讓人一見鍾情的酒 來自群馬縣聖酒造的 關東之花一見鍾情活性酒生 等級純米大營釀 使用群馬縣產的一見鍾情酒米 群米金米至35% 掛米金米至50%適合併營 以活性酒的飽滿氣泡 將蘋果香氣在口中快速的擴散 酒質乾淨滑順 和氣泡感平衡的恰到好處 是滋味、酸度、甜韻平衡的餐中酒 於冬季最適合進行 自然低溫釀造的時間當中 採用上週赤層三溪南路的自然水系 以以我從飛舞棲息的 綠液盎然環境中進行釀酒 運用歷經8代180年歲月累積而來的 傳統與技術的傳承 忠實呈現給每一位顧客 比起上一代的七代墓葬園 第八代作為葬園之身 也擔任杜氏一職 一肩扛起 經營與釀造的重責大任 並賦予傳統製法深踹 挑戰包羅萬象的特殊製法 在被稱為清酒競賽最高殿堂的 全國新酒評侶中 合計得到10次的驚賞 我們好像沒有介紹過活性酒欸 嗯 對 跟大家補充一言 要如何開啟活性酒呢 首先活性酒絕對不能常溫放置 一定要放入冷藏 條件許可的情況下 插入冰桶靜置準備開瓶 開瓶前絕對不要搖晃它 靜置15分鐘以上會比較理想喔 開的時候已非常緩慢 極度溫柔的方式 旋轉平蓋 如果酒意開始冒泡 或是聽到 嘶 的放棄聲 馬上停止下來 等到它放完氣再繼續轉開 如果大量冒氣 則立即轉緊 秘訣就是 低溫慢跟溫柔多段次完成 真的要很慢很慢 一次轉一點 一點點這樣才安全 尤其瓶口千萬不能夠對人 瓶蓋噴出去或是酒意爆出 都是非常危險的 你看上面有沒有 開酸注意 氣泡足夠多 甚至開瓶花費一個小時 都是非常正常的喔 那是不是就不能像開香檳一樣 讓氣泡往上噴啊 怎麼不能 當然可以啊有沒有 搖一搖 搓一個洞 歐瓶蓋噢 歐瓶蓋噢 有沒有就開始慶祝了 呵呵呵 在排名部分 上一台不分區 第63名 群馬線排名第二名 售價為1980元 最後一款 Netflix人氣影集 G9屋新安縣 宮城縣的驕傲 永遠的冠軍 來自宮城縣 涵美酒造的 宮涵美Summertime 採用美3.9米 金米至55% 適合冰飲 以及常溫喔 Netflix人氣影集 G9屋新安縣的第三化成介紹 宮涵美 真的是宮城縣的驕傲啊 其實我也夢想著 拿著日本酒搭配高鐵便當 在台灣高鐵來斷 G9屋高鐵 但 這是僅此幻想 此款為宮涵美於2021年 所推出的下酒新產品 嚴選宮城縣的美三井 有著清蘋果和水梨的香氣 柔軟口感 層測酒體 單飲與搭餐都非常適合喔 米是其中一個 釀酒的重要因素 還沒則在釀酒最開始的地方 種米就開始著手囉 輕易輕微去種植及選擇稻米 從而釀造出最理想的酒 所以這支酒有20%的酒米 都是使用酒造前方 自家到天栽種的稻米喔 釀造完成會直接入品 然後放在零下3度至7度的 冷藏庫中保存喔 把酒維持在最高品質 宮城縣有不少有名的清酒品牌 如迪茨賀、伯樂欣、聖三等 韓美酒造靠著酒質輕柔高雅 香氣華麗平穩 口感輕快俐落 整體平衡感極佳的獨特魅力 長居上海泰全日本不分居前時 韓美酒造也是上一支影片所 指錯方向 也是上一支影片提到的 宮城縣冠軍酒造喔 使用的是在酒造旁邊的 明賴川浮流水 在宮城縣的水是屬於偏向軟水的 可以釀得出口感淡麗的清酒 味道液比較清新具甜味 在排名部分上海泰不分居前時 宮城縣則排名第一名喔 售價為1680元 因為以上部分酒款數量稀少 可能只會單獨放在新竹或台北門市 如果有喜歡的都是可以問您調貨的喔 天氣也越來越嚴熱 我們的酒款也會尋找比較偏清爽的類型 除了帶有層次豐富的香氣 唯硬卻意外俐落 讓你們能夠異口接著異口 這次除了有我也從來沒有見過的彩半酒米 有24小時不斷在產生二氧化碳的活性酒 都歡迎清酒愛好者來試試喔 那以上酒款都可以在我們三個秘密 台北店以及三個秘密新竹店來做購買 那最後沒有最好喝的清酒 只有適合你的清酒喔 那我們下一集見囉 掰掰